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3月4日,电视剧《狐妖小红娘王》全篇剧组的一位群演在社交媒体上发帖 感谢主演诚意对她的激励和鼓舞 这一举动迅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关注和热议 找到诚意片场和群演的聊天内容 真的会被诚意的真诚打动 群演说不知道自己是第几次见到诚意但每一次都会非常开心 诚意请她喝可乐 也会毫无架子地坐在台阶上和她聊天 诚意并不认为自己和群演有什么区别 只是多一些人认识而已 都是演员 但面对观众对自己表示喜爱 她又很谦虚回答我还需要更努力一点 然后来回馈大家对我的喜欢 随后 诚意与这位群演的片场互动视频也被曝光 视频中 片场等戏间隙 诚意与助理一起和群演坐在台阶上 后来直接袭地躺在台阶上 与身旁几位群演欢声笑语 虽然诚意本人的表情未能看到 但从旁边几位群演满面春风的神态中 我们不难感受到整个氛围的和谐融洽与轻松 其实 诚意一直都是出了名的谦逊有礼 亲切随和 每当武打戏开拍 她总是迅速进入角色 动作迅速到位 难度动作戏外一遍一遍演习 开拍直接一遍过 每次拍完都去拉起地上的群演 在拍摄现场 她总是将凳子让给前辈们 自己则静静地站在一旁 等戏间隙直接与群演一起席地等戏 也不回自己休息室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 却体现出了她刻在骨子里的教养与谦逊 随助诚意的人气飙升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她的一举一动 然而 正是因为她的谦逊和真诚 让她赢得了如此多人的喜爱和尊重 无论是与群演间的亲切交流 还是在镜头前展现出的精湛演技 都让人深切感受到 她作为演员的专业素养与人格魅力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压力的演艺圈里 诚意真的如同一股清流 给予了那些正在努力奋斗的群演们 无尽的勇气和力量 她的善举不仅展现了她的个人魅力 更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演艺事业的魅力和价值 无论是拍戏台词一遍过 还是打戏剧的不用替身 诚意每次都在用实际行动证明 或许你曾经只是无人问津小角色 但只要你足够努力 也可以成为现在这样闪闪发光的大明星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